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斌 又来一个直播了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小斌 网路直播客 SG的这个大头照 我放我本人 也是萌萌黑黑的 不过那个 那个是不错的一个 一个大头照 就是说我没有 又换了 常常喜欢换 有时放 那种卡通人物 无时放 真实的人 好 今天我要谈什么课题呢 大家可能也会好奇 到目前 有没有看到有人上网 不要紧 今天要谈的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你们都有吧 这个美食卡 Tobi Dam的美食卡 说坦白的 他赚了我不少钱 也说坦白的 我也因为 想用他的美食 省下不少钱 这个国弊党 卡又掉了 你看 这国弊党的卡 陪伴不住我 好多好多年了 但是呢 不久前就听到 一个 不是很好的消息 就是国弊党 会改成什么名字 我们就不知道 还是继续用 Gobi Dam 还是不是用 Gobi Dam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重要的一点 刚刚看到一个消息 不懂是真的 不懂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听说 还是真新闻 还是假新闻 就是你拥有这张 Gobi Dam的卡呢 你必须在12月31号 以前 把所有存留在里面的这个存值 你必须用完 那表示什么呢 那表示说 以后这张卡就不可以用了 如果这个优惠卡 这个优惠卡不错的 5%折扣啊 是5%吗 还是10% 好像10% 总之有的折扣就对了 我觉得很合算 每次折扣 好像10% 10%的折扣 你买了 3块钱的面 实际上就是2块7 是很好 长期我都用这个Gobi Dam 每次去Gobi Dam 的这些集团里面的 熟试中心也好 咖啡店也好 如果他们有这个存值的 这个机器 我一定是使用 一定是top up我的钱 然后去买食物 剩下的放在那里 无所谓 有时我可以放很多钱在里面 因为我有时 麻烦嘛 一次top up 20块30块都可能 但是没有到包括50块 但是这张卡 竟然给我们优惠10% 是很值得的 如今 这个NTOC说 他要把卡收回去 要出另外一种卡吗 还是没有卡了 还是没有优惠了 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 但是呢 他收购的理由 我查查查 查到 报纸写 媒体写 为了确保 本地民众 负得起 买得起 他们负担得起的熟识 就是因为这样 就可以收购了 那就是不是说 国务B点的食物 是民众付不起呢 如果国务B点的食物 是民众付不起的话 这是一个问题 负得起 负不起 我们现在不谈 好吃不好吃 如果民众付不起的话 那表示 他肯定是 产当经营的 普罗大众 我们每一天 吃早餐也好 午餐也好 晚餐也好 有些人总希望能够买到 价廉不美的食物 对不对 价廉 美味的食物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是负担不起的话 那我想请问一个 问题了 为什么国务B点集团 在这些年来 他们从 刚刚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们有 21个咖啡店 有两个 小贩中心 56个food court 56个food court 21个咖啡店 两个小贩中心 拥有两个中央厨房 1000名的员工 管理1000个熟识的摊位 因为有些摊位 是他们自己做 有些摊位 他们是顶给别人 如果说他们负担 如果是负担了不起的食物 民众就不吃啊 怎么这些年来 他们的生意越做 越好 一间 收购一间 他们收购 其他小集团的咖啡店 他们就收购了 如今 如果你要比较所有的 这些集团的话 咖啡集团的话 不比较是最大的 可能NTOC都不懂是不是排在第二 或许给他排在第二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一次的收购就是小的 收购大的 这样的话是很严重 不是很严重 不可以这样讲 很厉害 在我小的集团收购大的集团 那小的集团就是有很 很power的那个资金的来源 对不对 那我就担心了 如果你说确保本地人负担得起他们 负担得起的食物 就是买得起他们负担的 负担得起的食物 为什么过去这些是指 NTOC没有跟国币 国币党有这个竞争呢 收购多一点呢 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我没有 想象错或者猜错的话 目前 NTOC的集团的 所有 Food Court的总数 不可能比国币党来得多了 这个民间的 被收购了 然后这个收购他的 是NTOC 他不是民间的肯定的 他是人民的 听起来很好听哦 人民的 因为我们都有股份在里面 我们有NTOC的这个Member Card 哦 让我明白了 以后可能我们的NTOCMember Card 可以用 但是我跟你讲 Mustling More Mustling More 应该是NTOC的 因为他那边有个Machine 说你可以用NTOCMember Card 但是我告诉你哦 笑死人 从来没有人去TopUp 从来没有人去TopUp Value的 我没有看过有人去TopUp Value 好像没有人用卡的 那边都是给Cash的 连卡都不流行的 只有 只有国币党让人家觉得说 哇很好用 省十八仙 所以每个人都用这张卡 问题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小集团收购 大集团呢 当然小集团后面的靠山是很大的 对不对 NTOC的靠山是很大 因为他还有百货市场 他还有人民做后盾 那我们作为 我们作为消费者 唯一不满意的 就是说你为了确保本地民众买得起 他们 负担得起的 收拾 你第二个举动 就是年底 要把这张卡 希望我们赶快把它的存值用完 如果我们用完之后 这张卡就没有用 失效了 那你是否会 推出另外一张卡 如果你能够推出另外一张卡 又有 超过十八仙的折扣 哇 那你真的是 fulfill你的 承诺吗 你是为了确保 本地民众买得起 他们负担得起的 熟食 不懂啊 我总是觉得这个负担得起 这个这句话 讲多了也是听 也是够了 整天说负担得起 怎么负担得起 你薪水加 你食物 这些年来 这个食物很怕人 国劈奥一杯 从五毛 六毛 现在九毛 一块 一百八千啊 从前的面 两块钱 现在三块 最近都三块半了 三块半了 所有的面 连马来人卖的面 也这么贵 米罗坡 米香 我看到很多三块半了 在一些比较 所谓先进的付货 所以我在上一集不是讲 你用这种先进的方法 要他们用 这些 洗碗啊 洗盘啊 付很高的这些清洁费 又要他们装那个机器 只可以用钱 用 用钱 就是有那个收银机这样 哇 他们的开销好大 那租金又没有跌 租金又取 还要给什么行政费 什么费 所以你要他们怎么卖便宜的食物 他们没有办法卖便宜的食物 所以你就看到这些面 这些米虾嘛 米罗坡 拉西罗嘛 你现在要吃到两块钱 已经是很难的 几份都三块 还有看到三块半 还有四块五块六块都赶赶出来 那种比较 high glass的那些拉西罗嘛 食物也是啊 尽量放啊 鲍鱼片啊 猪尾巴啊 猪肝啊 好料全部放下去 大大碗这样 卖你五块八块十块都卖啊 好下面也是啊 没有两块半了了 没有三块了 四块五块六块 那如果你收购之后 你却把我们买得起 负担得起 哇这个负担的起 其实 你自己 讲啊 如果你收购了这个 国比奖之后 你现在又 像我们年底用 把这个卡的 存值用完 到时你没有东西出来 我们买东西 吃东西更贵 因为你不是说 如果你垄断的话 你现在变成 顶头羊 最大间 最大间就麻烦了 你看这个出租车 这种Uber没有之后 Crap taxi哦 赶赶骑 他赶赶来吗 我们坐taxi已经不便宜了 哇有时候 下雨天 浪漫时间 一个二十块钱的车程 他可以起到三十块 四十块 五十块呢 开玩笑 你发现 因为他领头羊 现在唯一 像样的出租车 就是Crap 这个公司了 对不对 他为我独尊啊 那你现在收购国比奖 你会不会NTOC以后 为我独尊 你为我独尊 虽然我是股东啊 我是有一点点股份啊 当然有啦 谁没有 每个月交九块钱 就是NTOC的Member了嘛 对不对 我们都是股东啊 但是你会给我们 什么样的折扣 如果你给的折扣 还输给 输给 10%的话 这个卡的话 那是说不过去了 你取消这个卡 没问题 因为这个 以后就成为历史 历史 这张卡就成为历史 这个公司也成为历史 我都不懂 我不懂 他的这个集团的 领导成为什么 哎呀 没有办法做咩 真的要卖给NTOC咩 真的这么缺钱咩 真的要倒咩 还是要倒 我也不懂 我不敢讲啦 这个东西 很可惜啊 做得很好啊 我们现在谈到现在 十二分钟 我们只是谈行政管理 跟这个卡 食物的价格 我们比较 那我想请问大家 为什么你发现说 我不懂啊 我不懂房间 你去访问十个人 到底有几个人说 国比党的食物好吃 还是NTOC的食物好吃 或者坊间说 坊间的人说 国比党的食物比较贵 NTOC的食物比较便宜 我不知道 或许真的是NTOC比较便宜 因为我从来不去NTOC 哎我是NTOC member 我不去NTOC 什么原因 很简单啊 他的清洁卫生 我觉得不比国比党 你去厕所就好啊 我个人觉得啊 你不可以讲我错啊 因为我在 我去 我不是跟你们讲 我去咖啡店 第一件事情 就去他们的厕所 所以那时候印象很坏啊 所以我很少去 NTOC的食物馆 除非必不得已啦 没地方去 就免为其难 那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啊 啊现在这个Maslin Mall 可能有进步了 这个是NTOC管理 可能是有进步了 所以他们敢敢收购 那也是好事 所以我在这里 不一定是要批判NTOC 我只是说 你放这个旅游 为了确保本地民众 买得起他们 孤单的起的手势 你就收购 你的收购主要原因是这个 哎呀我真的 真的是这个 很单纯的原因 就好啦 我们也得福嘛 我们也得更多的利益 或许这张卡不见 你给我们一张更好的卡 多过18%的折扣 或者买一送一 什么都好 从前这个卡还有Lucky Draw 哎Lucky Draw Lucky Draw蛮厉害的 那时候 可以查那个号码的 你看我的号码还在 0 00000003 0500002003 5282 你对这个号码 还抽奖呢 那时候我记得 只是我没有抽到罢了 我有去对啊 为什么不要对 反正我们用了他 那边我用 我没有 我是不去赌博的人 这个东西已经在那边 我们就去看看咯 拿到钱也不错 但是没有中啦 但是至少人家有那个成立 有抽奖 有折扣 然后谈到食物 我觉得Copitum的食物 比较好吃咯 怎样 我就是这样觉得咯 我吃了好多Copitum的食物 我觉得好吃咯 裹条面裹条汤也好啦 擦鱼柜也好啊 鸡饭也好啊 卤鸭饭也好啊 我觉得他们好吃咯 韩国餐也好啊 日本餐也好啊 印度饭也好啊 Bakutte也好啊 他们好吃咯 他们真的好吃咯 我吃到的都是比 我觉得比在NTUC Food Court吃的好吃啊 真的 我现在在这个Maslin的 这个Mall里面吃 它的Food Court 价钱是贵 下面贵 但是排长龙 乳面贵 但是排长龙 但是好吃吗 真的不是很好吃 但是为什么排长龙呢 没有的地方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吃啊 我甚至有想说 哇 假如这个 这个 这边附近有这个 COPI 奖的吗 有就好啊 没有啊 都没有 所以我在想 这种收购 我们也不知道 内幕的原因嘛 但是我常常觉得 你不是不鼓励 这种 一个摊位 一个集团独大这样啊 好像Grab Taxi 现在真的是独大啊 有时候我们真的逼不得已啊 但是我们不甘愿嘛 对不对 所以 价钱很高的时候就不做了 平时做二十块 哇 现在因为防忙时间 因为下雨 它起到三十五三十四十 就绝对不会做Grab Taxi Link 没办法 最辛苦的话 也要做公车 或者是 电造 别的德式公司的 电造的车 所以我说呢 我真的有点 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 一个安排 不过如果安排好的话 根据你的 这个理由 确保我们买的 起 或者负担的起 那你第一件事情 你取消这张卡 你就要让我看到 你推出什么样东西 比这张卡更好了 我不谈食物 我不谈食物 因为你没有说 我们确保 本地民众 吃得更好的食物 你没有这样写 我当然也不敢这样 批判你了 批评你 因为你没有说 因为 也可能你承认 你的食物 并没有办法 比美 Grab Taxi Link 也可能你继续的保留 那些摊位 Grab Taxi Link 的食物全部保留 全部保留 东西是不是好吃呢 那我问你了 我们的顶泰风 是台湾 川办 想请问大家 你在本地吃的 顶泰风的 小笼包好吃呢 还是在台湾吃的好吃 但是本地的顶泰风 已经被收购了 就是这个 Break Dog 面包物 收购了顶泰风 所以如果你要吃 最好吃的顶泰风 的小笼包 你一定要到台湾去吃 对不对 收购了 到底 招牌一样 表面看起来 那个包都一样 厨师可能也没有变 但是为什么食物就差呢 因为台湾的是 新鲜猪肉 我们的是冷冻猪肉 或许是这个理由 如果这样讲的话 也没有话说 因为现在 面包物鱼的顶泰风在 不懂是 是面包物鱼吧 还是顶泰风台湾 我也不知道 他们在 伦敦开 开店 在洋人的排队 不过我想 在伦敦的猪肉 到底是不是新鲜猪肉 也可能是我 我不可以乱讲说没有 搞不好 英国那边养猪 猪更新鲜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说 原创的都是比较好吃的 Franchise出去 所有的 那种 分店啊 都是有 有误差的 在那个口感 吃感里面 吃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吃 所以我在想 如果国逼党被收购之后 摊位保留 所有的摊位的那些 个别的摊位 他们出去的 应该会保持 那个食物的美味了 肯定没问题 因为他们还是要做生意嘛 他们只是跟 他们目前是跟国逼党租下来嘛 还要花很多 很多那种 额外的费用啊 抽拥这些 这些 他们还是会继续 只怕你 NDUC收购之后 你是减他们的猪吗 你如果减他们的猪 让他们的负担 负担得起 那更重要 如果他们负担得起 租金各方面的开销 他们肯定卖 卖更好的食物啊 他们就不会把食物的分量啊 减啊 五粒鱼元变成三粒鱼元啊 他们可能就恢复五粒鱼元啊 对不对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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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的米罗波 变成半粒啊 他们可能就恢复成为一粒给你啊 因为负担得起嘛 他们负担得起 租金 我们就吃到好东西 而且吃得多 他们也用心煮 因为没有签注啊 不用等于会 租金烦恼 有些人做到 每个月就在亏钱 你看他有心情煮那个东西吗 他自己看那个东西 看他要吐 你挂在那边的那些鸭啊 烧肉啊 他烧啊 鸡肉啊 全部卖不出的话 你放进水柜 第二天又再挂上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有心做工吗 这也是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要看哦 因为你 我个人认知是 国壁碳的 摊胃的食物是好吃过NQC 我个人觉得 别人不同意 当然可以 你也不可以说我这样讲 是假新闻的 吃东西 我感觉啊 我也感觉 国际党管理的咖啡店 各个方面的那些 厕所的卫生 干净 比NQC好 我敢讲啊 我为什么不要supportNQC 我是NQC member呢 对不对 我也希望NQC做得好啊 但是你现在takeover了 你全部没有改变 你的员工没有改变 各方面没有改变 问题是 你真的 能够让我觉得 你会继续的优惠我们吗 因为你现在说年底 收回这张卡 这张卡的钱要用完 那用不完怎么办 不退啊 跟国际党退 国际党没有了 干人地位去讨 那个是从前的 从前的集团的事 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以这样吗 也可以这样吗 你不收购回我们的卡吗 如果我们的钱过了12月31号 明年1月1号 交给你 你说不可以用 你不把钱退回给我们吗 还说你说trace不到 里面有多少钱 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先以小人 度君子之父 先怀疑你的东西 先怀疑你的企图 先怀疑你的 所谓的确保本地民众 买得起 他们负担得起的厨师 我先怀疑你比较好 我们都是这样的 在新加坡 什么东西都是怀疑先的 我们怀疑你 你要你证明你的清白 这就是我们的法律 的基本精神 我怀疑你 偷东西 你要证明你的清白 美国不是 我们是根据英国的法律的制度 从英国 coronial time 传下来的 美国的法律精神是 我怀疑你 我要证明你有罪 我要找证据来 所以当我抓你的时候 你不是嫌疑犯 你是被怀疑的人 只是嫌疑犯 就是你就是被怀疑的人 但是我要找证据来 prove 我们是 我要找证据 现在有人公告你 你要找证据来证明你没有罪 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 先怀疑你们的动机 你们到底收购的 魅惑的目的是什么 真的是为了确保我们 买得起 负担得起的 俗世吗 其实我真的怀疑 你以后要 糖假要因为 有糖尿病的人 有糖尿病的人要 你要起 糖要起 跟糖尿病人有关系 你把我们当成那种戏烟的 我有糖尿病啊 不怕跟你讲 谁没有糖尿病 每个人都有糖尿病的 年纪大都有糖尿病 糖越来越高的 只是有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罢了 有没有吃药 来控制那个糖罢了 那你说 你 你这种理由很牵强的 你知道吗 好像把我们糖 你把糖尿病的病患者 当成是抽烟的人 为了杜绝你抽烟 我起 起烟 我们不是常常讲到 你起烟你有本事 你不要啦 你BANG啊 不可以抽烟 抽烟好像吸毒这样 你抽烟抓你啊 罚你啊 关你啊 你敢吗 那也太过激烈了 人家要抽烟 我们也没办法 他们 有压力吗 忧郁吗 他们觉得 star嘛 抽烟 对不对 他们觉得他们的这样的 抽烟的生活 一群人大家都是抽烟的人嘛 当然 因为烟危害到别人 二手烟危害到别人 所以 划分那些 经验区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 这样的话你照搬说 以后你惨了 哇 我为了要 让的人越来越多 我就起猪肉的价钱 我又起鸭肉的价钱 我就起鸡肉的价钱 所有的肉都要起 哇 你 真的 有了很多人营养不良 没有吃 没有吃肉 我就起菜的价钱 因为很多人变成素食者 不可以 要吃肉 所以要起菜的价钱 你有没有搞错 水要起 的价钱 起水价 我忘了 那时候起油价 因为要 起了油 好不容易看到那个油价 跌 那时候我养了小辆车 后来 不知道什么理由 就起了一个 起了两毛 是什么 哇 一厘就起两毛了 政府都抽税 流税 你什么都有一个理由的 起价的理由 你要让我们觉得 其实起价就是让人家讨厌的 没有人会因为物价起 然后感觉到股杂 也没有人因为会税收起 就股杂 起价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生活通货膨胀会不会引起 你这个糖价起 你这个糖价起啊 哇 影响很大了 非常大 所有的 蛋糕店啊 咖啡店啊 什么都起嘛 面包店啊 果条面啊 什么都要放糖啊 那你说先宣布我们要进入一个无糖的世界 无糖的社会 那我也好 我们这种尽量避免吃糖 那你也知道汽水最厉害对不对 ban汽水啦 其实现在年轻人喝汽水很怕人啊 我也赞成啊 无糖的不好喝的 少糖也不好喝 所以就不要喝咯 糖是真的是喝多会伤人 但是你起糖价 是因为 哎我也不知道 你要人家搭公共交通的车 你就把私人用车者 加重他们的负担 我们的车 人家是买一辆给一辆的钱 我们是买一辆先买一张纸 我们每个人买一辆车 就等于买两辆车 或者一辆半的车 有个时候等 就是这样嘛 COE高到五六十千的时候 你买一辆八九十千的车 不是一辆买一辆 付一辆半的钱 然后Rotel又起 Insurance又起 油价又起 我告诉你哦 我从前养车 我现在有得比较 因为我从四月开始 到现在没有养车 我可以审视位数 真的 而且我现在不只是大 公共交通 我很多时候 我常常用出租车或者 德式 我在想如果我还继续养车的话 我还要做坚嫩的 Crap Taxi Rival 我还要做坚嫩的 出租车的Rival 每天已经很疲惫 放工回家 我还要顺路载一个人 如果是顺路还好 有这么准嘛 顺路 你从这边回乌仑的话 从我办公地方回乌仑的话 你可能要载人到 阿摩球或者是一顺 你在弯回乌仑的 你在弯回乌仑的 很累的 为了要负担得起那辆车 所以现在没有我家车了 还行 每天有人载 不同的车来载我 每个月省下四位数 四位数 不是百位数 千 变成我现在 变成我现在 开心了 开始存棺材本 存老本 存礼费 所以年底你看我又可以去高雄 去跨年 哇 讲到那个 好像有点离题了 但是不要紧 我还是要 年底我会去高雄 我希望花点时间做直播在高雄 不懂 他的跨年晚会 可以看到韩国瑜这个市场吗 真的是要爱民 爱国的人 也没有几位 希望他是 台湾未来的一个 明亮的政治明星 明星无所谓 你真的演得好 做得好 给你鼓掌是应该的 我还是回到国瓶点 有点洞瓶点 所以我的立场很简单的 大家 因为有些人可能现在才进来 感谢现在有两位网友进来 还有一位按赞 其他的可能去上班吧 不要紧 我随时随地都会直播的 因为这些直播的影片 其实我现阶段还是属于 出事的阶段 出事 刚刚学习的阶段 所以背景也没有 也没有打粉 没有化妆 没有打灯 这档灯 你看我的灯 这档灯 这档做 那种 这种做头灯 你看我的设备 真的是够简陋 现在又有一个网友进来 谢谢你 哇你看 我没有设备啊 现在 但是我现在在学习 从我 你如果有空 从第一集看到现在 然后你发现 我现在越来越自然 自然 越来越自然 真的不容易 我还是要讲 直播其实不简单 因为 但是可以学习 如果 我直播了之后 我看 我看 看我的 所有的那个影片 我可以 是很好啊 也是很好啊 你看到我身体 这个肩面有点歪 没办法的 我怎么调都没办法的 不懂为什么 可能我身体 原来我 我现在知道 原来我的身体是歪一边 是 以后 哎呀 但是我是 我现在做得很直 当然要做直啦 不跟你调姑一样 要做直 所以 直播是给我很大的 一个人生乐趣啦 但是有网友 也替我担心啦 包括我自己家里的人 说你讲话 不会讲错话 我一直重申啊 我如果讲错话 我道歉哦 你不要因为我讲一句错话 然后你要 你要我死 不可以这样啦 我当然不会 你诽谤任何一个人了 我都跟你讲了 好像这 今天的课题 国弊典跟 NTOC NTOC代表我 我是NTOC member 我应该是替NTOC 讲话 对不对 没有啊 我是替国弊典 讲话 国弊典要被收购 也没办法 他们卖 他们做得这么好 我觉得他们做得比 NTOC好 他们要卖 我没办法 如果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是NTOC 我觉得NTOC做得又不比国弊典好 结果国弊典既然被收购 我应该也很开心 我应该也很开心 就落队赢了强队 对不对 就好像新加坡踢足球 跟日本踢 赢钱 赢球了 我们很开心 对不对 因为赢球 踢赢泰国都开心 踢马来西亚 我们都开心 踢球的时候 在新加坡 现在 现在的新加坡 足球队的水准 跟那个文 跟那个文来 差不多是一样的 平等 还比文来差一点 所以我应该高兴 如果是NTOC收购 国弊典 但是我不是吗 我就是论事吗 所以不要误会 以为说 因为国弊典是民间的 NTOC好像有点 半民间的 半政府 半人民的 我没有啊 我是站在 国弊典的 问题是说 不爽啊 你年底要收回这个卡 当然我可能错了 你可能会 推出更好的卡 所以挑战你 挑战你 这张卡18%折扣 你未来的 美食卡 会不会给我们一张 还是你用那张 那张 NTOC卡 如果你用那张 NTOC卡 没有意思啊 我也有啊 你看 我是NTOC member 证明我是NTOC member 你看 NTOC卡 我也有啊 你看 没有意思啊 没有意思啊 如果你是用这张卡 都没有意思啊 因为 Maslin Mall 那边是NTOC 管理层管理的 我发现那个卡都没有用 我也没有去 就倒包钱在里面 这个卡 这个卡 可不可以倒到钱 我也不知道 里面是有Ling Boi 你去Ling Boi 可以买食物也不错啊 如果Ling Boi 可以买食物也OK啦 问题你 买食物 Ling Boi 也是我们的分数嘛 对吧 所以你要有折扣啊 你到底折扣多少 我拭目以待 我先讲 发出挑战 因为 因为你自己给的理由嘛 你确保 本地民众买得起 他们负担得起的食物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你一定要让我们 心服口服啊 心服口服嘛 对不对 所以我担心啦 到底背后的目的 和动机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嘞 我真的不知道 啊 现在 给你们报告一个 一个新 一个 广告时间 没有受广告费的广告时间 这个 Yero River Kantata 黄河大合唱 12月16号 星期天 就是这个来临的星期天 5点 下午5点 入门票是8块钱 是在那个 这个 布莱德里 交响乐团 还有 宇乐和战团的 滨海艺术中心 联合制作 所以你去 Espenit买票 买得到的 这个 因为他是在 Theater on the Bay 我不太搞清楚 这个Theater on the Bay 他们华文没有讲 哎呀 我 我对这个 这个宣传 在宣传 也有一点批评 哎呀 就是 没办法 这个宣传 里面呢 翻译又翻译到 应该翻译的 没有翻译 不应该翻译的 又翻译 像莫名其妙这样 又没有告诉人家说 到底 华文的翻译里面 没有Theater on the Bay 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有Theater on the Bay 所以你可以去买票 八块钱听 黄河大合唱 不错啦 因为 他还有这个 采可夫斯基1812序曲 哇 蛮好听的 然后他还有 重要啦 他说乐团也将演奏 新加坡著名作曲家 潘耀田的精心作品 啊 我们的作曲家 本地的作曲家 潘耀田的精心作品 潘耀田也是我们的网友啊 但是哦 他没有写 没有写出来 他的精心作品 是什么作品 他有写1812 主题是 黄河大合唱 所以这种宣传女士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值得啦 如果你可以听到 潘老师的作品 又可以听到 黄河大合唱 又可以 听到 采可夫斯基1812序曲 更重要的是 八块钱 的一场音乐会 值得吗 值得 这个是 那个 Espinic 常常为了这些 热灵人士 和负担得起的 民众 他是 咖啡 明天早晨 和下午茶 咖啡 早晨和下午茶 从1月到3月 每一次都寄给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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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单 里面 各种 语言 各种 种族的 文化节目 所以我目前已经 miss了 但是这个 礼拜天下午 5点 是不是要去买票 看呢 最好是上网买 因为你去那边买 有时会买不到 有时会买不到 不懂 他现在卖票的情形 是怎样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值得看 因为8块钱的音乐会 真的是很值得了 虽然 布莱德里 这个交响乐团 我听过 说水准 当然不能够 跟我们的国家 交响乐团比 所以 你 你还 你还在那边 还可以买到 还可以 不知道了 如果你 他说 你 fresh your ticket and drive up to 15% saving 你 买票8块钱 你只要去到 这些摊位 里面很多摊位 5% 10% 的摊位 都可以买到 食物 它的 哇 你看那个 这个面 这个面 哇 这个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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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里面的商店都可以 给予你折扣 就是当天那个票 本身可以给予你折扣 可以不可以 同时用几个地方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 join 它的 Member 更好 如果 这样我就告诉大家 网友 年纪大的 已经退休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 可以申请 因为他 申请 55岁 55岁 free membership free membership 55岁 我好像有申请 好像没有卡 给我卡 要再申请 因为有时这种音乐会 要申请 有一些好处 他会给你 不懂 特价 55岁还有特价 8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这特价不懂多少钱 这就是负担的钱吗 这才是真的让你看到 让我们感觉得到 这个滨海城 艺术中心的 一份 诚意吗 你去滨海城啊 星期六 星期天 黄昏的时候 都有免费 在露天的那些 演出都是免费 那些团体都不错的 当然不能够 一份价钱 一份货嘛 你有付门票 他团体 他们 假如要请外国团体 来表演的话 要给 要拍销很大的 那些 露天的 他们是给一些民间团体 他们要发展 要 让大家认识他们 他们演唱演奏 那我们 我们这些也不是很会听的 大概听到也很开心了 觉得新加坡 社会啊 去到滨海 城的那个 艺术中心 你感觉到 有一种 音乐文化的气息 让我们提示 我们大家的 大家的这个文化数字 是很重要的 那我又回到国毕 讲这件事情 他们在 政府说 我们要申请 我们的小贩中心 进入了什么 什么遗产 文化遗产 当这件事情 出来的时候 哇 有些人 有些国家不爽 他说你们的食物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比 我也告诉大家 我跟JP吃到的东西 真的比新加坡好吃 那又真的 真的又 所以文化遗产 不表示 文化遗产不表示 那个遗产是 是 是什么 如果是 如果是熟识 美食的文化遗产 熟识中心的文化遗产 不表示他的食物是 好吃过别人 你就可以这样讲 那你如果 你说 外国 邻国跟我们的 熟识中心的 卫生程度来比 当然我们又赢一点 但是 我们这里 还是照样吃了中毒 腹泻 上吐 下泻 那又怎么讲 哎呀 有些东西 真的不明白的 有时你真的 觉得说 哇 当你好吃的时候 那些 路边的摊位 你都敢去吃了 结果你没事 你以为 哇 今天吃酒楼啊 很干净啊 结果你回家 吐到乱 紧急送医院都有 真的不知道的 我也跟你们谈过 我从前的那个 上几次有谈过 这个食物的处理 所以官方的 这个环境发展部 是很重要的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部门呢 是环境发展部 对不对 不懂 卫生与环境发展部 环境与卫生发展部 他们真的要 哎 我觉得很多国币 咖啡店的厕所真的是很糟糕了 为什么没有人来看呢 我不是提议咯 你一定要 appoint 那个咖啡店里面一个人啊 每个小时要去 要查看里面有没有突发事件吗 有突发事件你要用 用清洁 最少用水碰干净嘛 消毒嘛 每个小时啊 你不可以说你要赚钱没有空啊 你不可以说请外面的人外包这样 一天洗两次 那你可以 你懂那种病菌从厕所里面跑出来很可怕的呢 真的很可怕的 所以我很少去咖啡店用餐 我一直 我的原则都一样的 其实我也不太敢通风暴行 因为我不是到处乱乱跑啊 我们网友 网友有一些 德式的网友啊 师傅啊 他们 你问他们最厉害了 我从前虽然是 但是 我吃东西 这个好吃我就永远在那边吃 我会一直光顾光顾光顾 光顾到 光顾到 除非我没有去那个地方 因为我不敢冒险 我出去用餐 我都是光顾那几个摊位 我觉得OK的 你要我冒险牺牲的话 每一次牺牲每次都错了 每次吃到的都是 哎呀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 为什么我不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摊位 所以我 我比较喜欢国比调 集团的 food court了 这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我是NTOC member 比较之下 我在我那个 Amerity那边有 国比调的 没有啊 都是NTOC的 说回来说回来 不可以乱讲话 新的food court是NTOC的 旧的也是NTOC的 但是那个旧的不行 新的贵了 我不知道啦 我们这样改变的话 变成一个集团独大的话 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加 好的 更加好的能够 买到更 便宜我是未必好吃啦 对不对 对我跟你讲 我吃 比如说我吃果条面 有些两块八 有些三块 加料四块 通常我加料 除非那个人 他一块钱加料 很多都是真正的加料 他那个一块钱的加料的那个料 他赚你很少 所以你加料你吃了很开心 如果那个一块钱的加料 他还要赚你 你懂 你懂 你懂做小贩 他要赚你 必须赚你一块钱 他必须本钱三毛 做生意是这样的 他必须赚你六毛 哇 你说哇 一块钱本钱你赚我六毛 对啊 三毛钱是给 租金啊 行政啊 水电 三毛钱给材料 他必须赚你三毛 到四毛 所以 一块钱 本钱差不多六毛 他其实是你赚你四毛的 所以他必须赚你 他没有赚你 他惨了 他变成送你吃 所以当那些加料的时候 其实那个心态很重要 如果那个老板 加料那一块钱里面 他其实真的是 是加一块钱的料给你 你听明白吗 他如果加一块钱的料给你 那感觉就不一样 如果他一块钱的 那个加料里面 他还要赚你那六毛钱 只加四毛钱的料给你 那当然不同了 所以有时候 我也是会去注意的 有时加料哦 看到那个料加起来 跟你没有加料 比较一下 总是要试一两次啊 你会发现 加料值得 有时最糟糕是 那个老板耳朵里面 没有听到 耳分太多 你跟他讲加料 他没有加料 因为你跟那个员工收钱的讲 那个员工就跟他讲 啊 下面三块 加料 就四块吗 要讲清楚 好像我刚刚吃那个下面 三块钱 加粉肠四块钱 我就说我要吃大碗的 因为下面有三块四块 我说我要吃四块加料 五块 我特地跟他讲 他就特地跟老板讲 下面 大的 大的 十块咯 加料哦 加料是五块 因为你想下面加料的话 他以为 三块钱加 一块钱料 你还要跟他讲 他他讲清楚就对了 不然那个老板听没有 他给你 你 你order四块钱的下面 他给你三块钱的下面 然后加一料四块钱 你给五块钱 你损失了一块钱 他也不是故意的啦 你是真的 他们一直这样煮 一直煮 一直这样哇 耳朵未必听清楚 他有你哪里知道 那个人的耳朵好不好 哇 谢谢你啊 我又看到有网友进来给我 给我哈了 我现在真的是 哎呀我要跟谁比 你看那些blocker啊 那些出名的 每一支直播啊 韩国瑜啊 在大选期 在市场选举期间 不急耶 他的这些 我还一直打一直打 加油加油加油 因为我们不要打减底制 你看 害了他们以为我是来自中共 因为他被抹红嘛 不要打繁体制 哇 一直加油加油 自己打了自己来不及看 所以你们 你们有几个心出来 我都很开心 可以不可以再给一点心啊 可以不可以给一点鼓励啊 一点赞 让我可以看 看那个赞啊跑出来 哇 对我来讲很重要耶 那几个啊 聊聊无几这样 上来我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看到有四个网友进来哦 有两个网友站啊 当然是重复的人了 不要紧 我很开心了 那播后每一 每一个直播啊 我告诉大家 我跟大家报告 都有百多 有百多 接近百多 有一个接近两百的 播出去了 然后我又会把Facebook的直播 放到脸书 其实脸书可以直播的 脸书直播可以全世界的人看到 问题没有人看了 更难嘛 因为Facebook毕竟是你们 是我的网友认识你们 你们还知道我 你们还会有兴趣来看 我很感 感谢你们啊 因为我已经我不懂播了多少集了 我播了多少集你们还愿意看的话 就是表示我还有点 还有点希望 对不对 如果 如果我的直播啊 越播越糟糕啊 播到人家说哎呀 卖天爱公啊 这个 卖出光位了 那就很甘苦了 对不对 啊这个仙啊 仙桃啊 好像贱了啦 啊 啊 啊 一直一直讲我 讲我好像 不知道是什么 不是啊你们都很有诚意 然后过后很多人看了 我摆多个人 就是网友里面 我的网友 这个小兵也有一千五百个人 放在里面 那我又放到另外一个 网友 那个什么政论 什么什么政治论坛 什么 他的网友十五千 所以我会把脸书的直播呢 我会跟他 放进我的网友里面 放进我的网友里面 然后我用 用我这个 YouTube的 户口 的直播啊 我就 下载 我在文件里面 的这个影片 就变成YouTube的影片 所以你 同样的一张影片 出现在Facebook 过后也会出现在YouTube 我在JB的时候 直接用YouTube 但是很难耶 因为 手机嘛 这个我制的 我不大喜欢了 这个至少宽嘛 那个荧幕宽 我 我动来动去还有位置 你看多好 你在手机了 你动一下就不见了了 对不对 所以 哦 然后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在YouTube 要做这些直播啦 当然是有好处的啦 还没有 我还在等呢 整天等他电邮 还在审查我呢 审查看我这个 这个人到底 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现在YouTube 重新 呃 被整理吗 那个 Google 买过来之后 你们这些网友不懂 知道吗 我就 我就被通知 因为我在五年前就有这个直播 这些影片啊 放在我的YouTube里面 成立一个 一个一个非常 多元化啦 个人化 多元化 我有我的 就是有我的 想法 把我的家庭生活啦 工作啦 这种都放在YouTube里面哦 还有我喜欢的电影啊 我喜欢听的歌都可以 弄成YouTube里面 那我也制作一些啦 我去拍照啊 我是Garden by the Bay的 这个Member 我把那些照片 然后我用YouTube里面 合法的音乐啊 所以制作很多 然后我可以download 我可以copy一些人的啦 虽然他们不鼓励啦 他们要你原创 但是你copy OK的 他有时会告诉你说 YouTube会帮你处理的 他说你这个影片哦 你copy了哦 对方哦 说你侵犯版权哦 所以要立刻下架 他会帮你下架啊 你 你连sorry都不用说啊 但是你不要每次这样 你每次这样的话他会 你这个人只是 专门copy 别人没有 没有诚意啊 我有制作自己的 所以直播也就是我的作品哦 我制 哎我的作品呢 我的呢有 但你看了 看到最后的时候 有我的那个码头了 我小兵的码头在那边的 我的原创 这个直播是我的原创 很容易哦 讲56分钟了 讲多一个小时就是一个 讲30分钟也可以 讲10分钟5分钟都可以 你我的瞬一分钟那种 也是一个作品嘛 所以你 你把这些收集起来的时候 我5年前就收集了嘞 我就发现说原来可以赚钱 都不开心 我不怕跟你们讲分享 我赚到200多块了 我跟我人类人讲 哎我赚钱呢 YouTube赚钱呢 要怎么拿 哦想办法去拿 拿不到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 这个国家 不可以让你赚这个钱 哇 你就激心了 200多块 百百看 那就不去理他了 那个是5年前 大概在3年前 就2年后 两年里面我赚了200多 我就没有去理他 而且我也没有 其实我做的时候也没有事 因为 也没有很用心的去做啊 当然也没有这些 也没有增加 你看你现在去我那边看 哇越来越丰富了 有钱能使 鬼推摸 不要这样讲 我不是鬼 有钱能使 人推摸嘛 所以我就 停在那边不动 到5年后的 刚刚不久 有些网友知道 我收到 收到email 说他们说 你有560多块 哇500多块 你为什么不要来拿 我说 有些骗话 新加坡都被批准嘛 不过没理由啦 如果新加坡不批准 他email我 我又去找找找 哇批准了啦 新加坡批准了 然后我看我的grade 哇全部 现在全部通关 连钱都给我了 只差一样 他说要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11 12号 就是一个月 他们会email 他们就会开始 启动我的广告 启动广告的时候 你就看到 接下来你就看到 小兵所有的YouTube里面的 每一个视频 你们看的时候 有广告咯 有些人广告很多 对不对 因为那个影片 很popular 很热门 他们每一分 每5分钟都有广告 你也没办法 因为你要看嘛 我不敢这样啦 不过我先set 什么都有啦 先set先 然后慢慢会改 前面一点广告 后面一点 或者前面一点 因为那些广告的时间 你看哦 你有没有看 没有人管的 只要那个广告的时间 在走 你大概 通常不是5秒 4秒 3秒 2秒 1秒 5秒 5秒之内 你可以 直接不要 就是5秒 5秒 5秒 加起来 他们会给我 广告费 因为广告放在我的 我的影片里面 我有广告费 可以拿 很好笑 然后那些 观众看 点击 赞 也有钱拿 你们看的时间 如果你们真的从第一分钟看到现在58分钟 那个时间也是我的钱 你们看我讲 我卖力讲 我跟你们分享经验 YouTube公司给我钱 Google给我钱 所以将来 商机无限大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 Mr. Brown 这样 哇 很难啊 讲华语 对不对 讲华语是很难啊 哇 谢谢你们啊 有人给我一些 哦 这样 笑的 笑年 我 我都跟你们讲了 我们想最坏吗 有一天老了啊 可能做轮椅 打拐杖啊 坐在 坐 椅子还是有 能够赚一点 生活费啊 一个月不要说赚 一千八千啊 没有啦 我不可能成为那些名人 一个月赚一两百 你就很开心啊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可能 有可能 我五年前 我就赚到了 而且 前面有分享啊 其中四个 拼击的 让我赚钱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说你 OK 当你拼击的时候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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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者 有些他说 OK 让你 他就没有 没有版权啊 他也没有版权的 你就可以拿了 如果他有版权 他可以 他有三种选择 一种他不要你 要立刻你拿掉 这种人 没办法 他要拿掉 他不需要靠你 我也不明白 有一种是 一种 他的原创者 就是包括 他的公司什么 他说让你 让你拼 不要紧 别怕 不会告你 没有告你的 没有告的 因为这个字是 再有合法的 尽管 这种知识分享 帮你 但是呢 你赚的钱 贵他 OK 我也有一些是这样 我知道的 因为每一个影片 后来你有看得出 有一种 更有人情味 他不会告你 你放 一人一半 哇 这个我很喜欢 那些假如说 不要告 就是我不必拿掉 但是我要不要继续放 我可以不要放啊 你没有给我钱 我不要放啊 不要放掉 因为每个人 有每个群众嘛 我有我的人气嘛 我认识的人 大概也有几千人嘛 还有那种 无限大的呢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 这个才是广告 无孔不露 YouTube的 所以YouTube啊 你看了现在台湾 那些名嘴 每个都YouTube 每个都直播 每个都在赚钱 不许他们赚 还是他的媒体公司赚 每一次直播 都几万人探 几万呢 我的直播 现在有四个人了 四个跟几万 哎呀 万事几头难了 慢慢了 我讲华语 新加坡人比较少听的 所以以后要慢慢 慢慢顺念啊 以后我可能要 像黄志强的吗 那个流行歌曲的 那个创作者 马来西亚人 那个歌星呢 跑到台湾打天下嘛 我们新加坡有个王静伦嘛 假如王静伦在台湾 开直播也有 他有粉丝啊 我不要跟这些人比 如果我能够 涌进台湾里面 我以一个外国人 在里面跟他们谈 我可以谈很多啊 介绍新加坡啊 成为新加坡的大使啊 民间大使 介绍新加坡的食物啊 告诉他们来新加坡要小心啊 不要乱乱丢垃圾啊 对不对 有一个人很厉害 他拿台湾跟新加坡比较比较比较 哇也是有很多fans 慢慢啊慢慢 这些直播主要 市场 新加坡市场很小了 总有一天要去 所以年底跨年我去高雄了 很多东西就去看 去了解 去明白 但是有些东西是很 很敏感的就不要乱碰啊 你看最近那个面包 师傅 有台湾人的面包 谈到跟中国的关系 谈到跟台湾的关系 那种意识形态 他很可怜 他两岸不是人 弄到这样哦 我千万不要成为这种人 我要去到台湾 告诉他们 我是新加坡人 他们很尊重 他们又很尊重我们的李光耀先生 我们就 人家尊重就尊重哦 人家明明尊重李光耀先生 我们就要尊重嘛 对不对 反正是我们的先总理嘛 总不要去泼人水 没有啦 怎么会泼人水呢 好像我是NTOC member 这样吗 一样的道理 好了 又是一个小时零三分了 每次大概讲到这样 我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今晚可能可以直播 今晚 昨天晚上没有办法太累了 每天 昨天很开心 因为我休假嘛 所以我是休假类 前面是去工作 工办间休闲类 今天回去上班了 现在已经是 7点49分 8点半 要出门 去上班 然后祝大家早上有一个 愉快的早上 愉快的早上 开心的早上 工作的愉快工作 我退休的 享受你的退休 家庭祖父 继续努力做你的家务 哈哈 顾孩子 顾孙的 家把劲 加油加油 好啦 再见啦 拜拜